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疫情 昨天广西百色新增了本土确诊病例37例 无症状感染者4例 今天开始啊 百色市采取了全员居家隔离管控措施 因为疫情防控啊 这个春节很多人没有远行 但是呢就在家门口 大伙的这个生活啊 一样安排的相当精彩 昨天协城发布了 2022年春节旅游总节报告 冬奥会呀掀起的冰雪旅游热 也让咱东北的冰雪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春节期间 以东北三省为目的地的机票预定 同比增长超五成 从年龄结构来看哈 90后成为了绝对的主力 占比超四成 过年期间 本地订本地酒店订单量 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 景区门票订单量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九 包括齐帆山呢 老虎滩海洋公园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大连森林动物园哈 都备受旅客的信赖 而且呢 沈阳博物馆首次上网热门景区 假期还有鱼玩的伙伴啊 不用走多远 就在家门口 这些景点 一样啊 能让你玩嗨了